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司马斯家族里面 司马斯这个人他的政治素质不错 况且他头脑他也非常清楚 他可以弄到你可以有当官的自由 你也可以没有当官的自由 这个是司马斯的做法 这一点就是好处 就是我跟大家讲 政治上面他有四种斗争的方式 第一个划分敌我 所谓划分敌我跟我合作的加官进决 反对我的于律诛杀 反正那你不为我所用 激康就是一个例子 好划分敌我 敌我之间的斗争 各位 是不讲理性的 敌我之间的斗争 那个是生死之战 所以划分敌我在司马斯时代 他这个划分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明 就是说我让你有不当官的自由 我让你也要有当官的自由 就是不自由 就三个字加起来不自由 我要征兆你 那你不为我所用我就杀 这个是司马斯的做法 包含他对他的朋友 包含夏侯璇等人在内 因为他知道 好他知道 这些不为我所用的都是朝位的精英分子 只要那你们支持朝位的话 我就绝对傻 跟我合作的加关进决 这个是敌我 第二个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联合次要敌人是打击主要敌人 是大家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目标 这里我跟各位讲一段 或许大家不知道往事 民进党成立之初 各位晓不晓得 统派的占了民进党的三分之二 甚至独派的不到三分之一 那个时候我们在参与民进党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理解到 那这三分之一独派的他们多么的厉害 他们就开始办杂志 搞活动 搞运动 他主要的目的那是什么 必须要联络一切反国民党的势力为我所用 然后推翻国民党 等到民进党一旦成立 各位想想看 左派的就被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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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驱逐出去 除了左派的被驱逐出去 我们讲叫统派了 当然统派是一个泛泛概念 我们就讲一个左派一个右派好了 他们驱逐统派的方式是什么 每一次在开大会 就把统派的重要人物拿来批斗一番 这里面最绝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费熙平 本来民进党的第一任的党主席叫做费熙平 都已经大家通通讲好 但是费熙平是东美人 他是统派 这个民进党就私下运作 几个中常委就私下运作 这个主要的人物叫做谢长廷 他私下运作 不能够让费熙平担任党主席 但是谢长廷也不能担任党主席 那怎么办 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事 他弄得大家通通不认识的 叫做江鹏坚 好 江鹏坚上台 就逼着费熙平退位 当他目的达到了以后 就开始第二任第三任通通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民进党 他是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他的目的就是推翻国兵党 那司马昭的方式就是这样 那司马昭的方式 他为什么会选择跟司马斯不一样的 我就讲他叫做合法性不足 他合法性不足 他就要透过法蜀战役 就是蒸发八蜀 把蜀汉灭掉 所以一个宗会 一个邓爱 一个诸葛旭 他们三方势力把他弄掉 那弄掉以后 他就认为 宗会这个人应该不受挟支 所以他用邓爱去牵制宗会 又用宗会去牵制邓爱 然后再用诸葛旭放在后面 又弄魏冠 所以呢 司马昭 他为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的原因 他的手法 只要他使出来 大家通通看得懂 他也不怕 那你知道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借用联合制要打击主要敌人 我要划分敌我 看谁站在那我这边 这个是第二种做法 那第三种 做法 好 就跟李登辉发动地方势力 向国民党中央夺权一模一样 他是靠地方势力这样子上来 那司马昭 他在地方上没有那么深厚的基础 那司马昭也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就是用逼反的方式 逼着地方叛乱 然后他去讨伐 他就把他给讨平掉 讨平掉 他就安插自己的人 这个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对于皇帝的态度 古往今来任何的政争 只要到 只要涉及到皇权 就是非常非常的繁复 那这种非常繁复的做法 就是目的 所以你究竟要把皇帝当傀儡 还是谋朝篡位 那你还是说想软禁皇帝自己当皇帝 这个跟谋朝篡位不一样 你谋朝篡位就是像善浪等等 那些那个朝会已经搞过了 那司马昭他显然不是这样 司马昭只是认为说 像少帝朝毛 对于司马昭非常的不满 那司马昭却派人去监视皇帝 那他的整个的做法 我们从这逝者 我们把它归纳成为几个结论 就是祖孙三代的难题 为什么讲祖孙三代 司马懿 司马斯 司马昭 还有一个司马炎 他祖宗 他们祖孙三代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朝魏的皇帝的问题 我要如何处理 这个结一直打不开 他们只是能够进行费力 那进行费力一直到郭太后死了以后 他就没办法进行费力了 就用赤裸裸用很血腥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像贾奎 像陈济等等 这一些人就发动了宫廷之变 当然那是少帝朝毛的关系 少帝朝毛的关系 他是要灭司马昭 因为他不甘心担任傀儡 如果他愿意继续做傀儡 他迟早有一天 他也会被司马昭所废 所以当皇权 跟权臣之间的权力 他发生冲突的时候 各位去看 朝毛他只能够发动 宫廷的宦官跟随事于皇帝身边的一两百人 发动政变 那发动政变 宫廷政变 那一两百个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一定打不过正规军的 这个就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 就是说我要怎么处理皇帝的问题 所以各位仔细去看 近代的历史很多人都在问 高贵相公何在 所谓高贵相公何在的话 就是说那你夺取政权的方式太过于血腥 曹操曹批都没那么血腥 但是司马懿家族就非常血腥 就是我刚刚一再讲 当你正当性合法性都不足的时候 你只有用暴力的方式 这一点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全斗焕 韩国的全斗焕 全斗焕他拿下了首尔汉城 他把特种兵通通都集中在汉城去夺权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当光州事变起来 他除了镇压他没有第二种办法 因为他合法性不足 他是透过政变上台 透过政变就是军事暴力上台 那通常各位仔细去看 东亚国家对于所谓的军事政权并不排斥 我们仔细去看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 在大政时代军方权力就非常的嚣张 一直到昭和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东亚的军事政变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其他所谓发动军事政变是人头落地 几万颗人头落地 但是东亚的军事政变 各位仔细去看 他们是完全的暴力统治 当然不会让几万人头落地 但是他们会实施叫恐怖统治 就是白色恐怖统治 包含台湾一样 这一种军事统治他会走 他是心理上去威慑你 但是他不会大开杀戒 这个是东亚的军事的政变 它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仔细去看泰国 泰国的军事政变 它很少杀人 日本的军事政变 它也很少杀人 二次世界大战它很少杀人 就是包含二次世界大战 发生前的几次政变 好像两次政变 除了首席 他把它干掉以外 其他的 他们还是能够控制内部的军事 跟韩国台湾一模一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 朝魏政治集团的对决 就是我们讲 东亚的军事政变 跟其他的军事政变 像非洲 像中东 或者像欧洲 像希腊 像包含西班牙的军事政变 那是完全不一样 况且各位仔细去看 东亚的军事政变都是一家一性 不像希腊的军事政变 希腊军事政变以后是两大家族 三大家族轮流执政 西班牙也是一样 葡萄牙也是一样 当然这个是后话 我们可以慢慢的解释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朝魏集团的对决 所谓朝魏集团的对决 就是夏侯尚之后 就是少帝朝方 他连接夏侯尚 张器等人 李峰等人 他要密谋废除司马斯的时候 那他旁边都有耳目 耳目就通报了司马斯 通报了司马斯 把夏侯玄 夏侯玄算是朝魏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气度不凡 然后又能号召民事 当夏侯玄一死的时候 竹林七贤各自归位 所谓竹林七贤各自归位 阮吉吉康 好 他们这些人 就要 要不要跟司马斯合作的问题 就还有三韬 他们就提上了日程 三韬当然主张跟司马斯合作 因为他毕竟 跟司马斯的家族是有殷勤关系 所以三韬 第一个就入室 但是我们看 吉康 他就采取非常激烈的做法 如果各位要看竹林七贤的政治立场 我推荐各位去看一篇文章 就是徐高阮先生写的三套论 这个三套论 他前半期讲的所谓的政争 算是 算是非常的精辟 但他的结论当然是有问题 说这些人能来心向曹魏啊 如何如何 没有这回事 因为 曹操提倡回财事举之后 曹魏的官僚集团是有一个公立化的倾向 反正他们只要做官 只要不要干扰我的前途 我一切可以视而不见 那这一点就是说 我们去研究 曹魏所谓的官僚体制 大家是比较容易忽略的 因为大家比较容易忽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高平林政变以后 为什么曹魏的功臣 成群的后代等人 通通倾向司马斯 因为司马仪 司马斯跟他们是有所承诺 所谓的承诺 我就隐诺你们高官后爵 所以当司马延篡位 他建立宗庙以后 各位去一下看 你配想的工程 几乎都是曹魏出来的 没有司马家 一个家族自己培植出来的人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曹魏官僚集团 到了司马斯、司马昭手上 他们全力的转换 司马家族在这一方面 花了很大很大的工夫 那这一点就如同当年李登辉 李登辉刚当总统的时候 有人问了曹魏春 你好加班 曹魏春讲的一句什么样的话 我的人他十年他都换不完 好 那话传到李登辉耳朵里面 结果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事 就是说 两奖时代对于所谓将领的晋升 是审查的非常的严格 大概每一年 每一年 不会超过二十到三十个 那 那曹魏春一提以后 李登辉没有意见 你一看 那你提三十个 我也提三十个 总共六十个 加起来他就用西市的方式 五年以内不到 所有好加班的 中处都被西光了 就是西市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曹魏政治集团的对决 这里面的对决 竹林七贤算是最后一次的对决 这一次对决完了 也确立了司马士主生三代 可以篡位的条件 那最后一个叫做 帝王早逝的困境 曹魏政权会走到这种地步 除了曹操算是六十六岁走 各位去看曹批四十岁就走 那曹魏三十多岁就走 然后就接着三个少帝 三个少帝都是年纪很小 三个少帝都年纪很小 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 在过去封建王朝时代 帝王的寿命的确会影响到 这个国家的兴衰 如果看看东汉的历史 东汉从刘秀刘彰 就是从东汉前面的三个皇帝 你刘秀命算长一点 张帝明帝都是三十多岁死掉 那耳后呢 到了曹内也是三十三岁三十四岁走掉 各位可以去看 就是说东汉末年的状况 发生在曹魏时代 但是东汉末年他至少还有外戚 还有宦官还有清流世代夫 还有世代夫 他们三个是经常的斗争 然后意外的去延长了东汉王朝的寿命 但是曹魏王朝为什么建立的最短命 原因不外乎是三项 第一个从曹魏之后 曹氏中清里面 他的中氏势力就慢慢的削弱 从曹魏 曹魏一直到曹方 当他中氏势力慢慢衰弱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没有一个可以抗衡异性家族的实力 第二个从曹魏设立秘书间 中书间以来 就是中书间以来 各位去看 执掌招命的几乎都是寒族出身 那他的用意就是作为皇帝的秘书 但是往往皇帝一死以后 中书间令他们可以 以掌握招书的权力引进全城 然后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曹批科代宗室 科代文人 还有一个就是包含曹魏的宗室 本来可以掌握兵权到了曹魏时代就完全改变 所以他一方面他政权流失的很快 一方面他军权也流失的很快 但更重要的就是说 曹魏政权不仰视 所谓不仰视的话 是让氏族非常的屈辱 各位要知道 一个国家治理国家的 应该都是官僚世代富集团 但是当你不仰视 当你的心血没有办法 那你心境的血液没有办法 输入的时候 你的宗室集团 到了最后越转化越转化越将硬 成为一个排斥其他政权的基础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曹魏的宗室不行 还有曹魏不仰视 那更重要的 一套政治制度 尤其霸府制度 容易培养全城 从曹操时代到司马懿时代 都是透过霸府的方式 去解决所谓的政治的难题 就是培养全城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 就说政治是讲到一个 资源分配运用的 可是当一个皇朝 他的政治资源 越来越掌握在 清贵手上 我们讲的所谓的清贵 就是政二代 富二代 官二代 民二代 就是民意代表的二代 就用现代化来讲 这个政权绝对不可能长久 况且这个政权 它会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知道 因为政二代 官二代 富二代 民二代 他们的思维 绝对跟一般人民不一样 他们认为他的权力 是理所当然的继承 但是他们忽略了 任何一个政权要有正当性 也要有合法性 他们如果没有接受 所谓政争的洗礼 他们没有接受 所谓战功洗礼的话 一旦登上高位 这个政局的发展 一定是不稳定的 你不要认为 政治权势是可以继承 事实上 任何的权力都不可能继承 任何的政治权力是讲究实力 讲究你的实力 你的才能 那更重要的 讲究人际关系网络 所以我们看司马斯 司马昭他们家族 其中有两个重点我们要研究 就是说司马家族的人际关系 网络究竟那是什么 他为什么短短16年 可以把朝位给串掉 那第二个 司马家族的资源网络究竟那是什么 因为我们研究政权 现在慢慢的发觉到 李登辉李老先生讲的很有道理 第一个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绝对不是问题 第二个可以用职位解决的问题 分官设职的问题 也没有问题 他说第三个 我有用资源去掌握权力的 他说这个要好好的思考 你看资源要留在哪一方 他过去是借助宋楚瑜 来打败老一代的国民党力量 接着他又费审来签制宋楚瑜 然后再来他要用资源分配的方式去改造国民党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因错阳差的这些资源都是分到地方的正二代官二代 富二代民二代的手上 那你想想看 当政治资源分配不均的时候 你这个政权还想维持下去吗 从李登辉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用官位 用钱可以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汇出问题的就是资源分配过程当中 你要如何精准的去运用你的资源 来解决政治的难题 这才是政治高手 人的智慧随阅读而成早 今天我介绍一本书是由暖暖书出版的 由卢建龙教授写的《唐宋吃喝玩乐文化史》 卢建龙教授写的《唐宋吃喝玩乐史》 他可以跟唐代长安十二时辰做一个相互对比 但这部书他基本上他主要讲的是 是以一个吃食文化为主 除了吃食文化就是吃喝玩乐的文化 那在吃喝玩乐的文化里面 他也讲到了就是说唐宋时代的吃喝玩乐文化 其实跟文化的主因崛起是息息相关 那这里我们特别讲到一段 那这一段就是说我们看到了 就是唐宋他们喜欢所谓的牡丹花 还有他们可以让这些牡丹花的一些记载 活生生的是出现在历史场景中 这里面我就讲一个大家觉得意外的故事 有一天武则天在冬天的时候他要看牡丹花 但是他的臣子说这个牡丹人开花需要在春天 那所以他们就在冬天的时候对于牡丹花 他们运用牡丹花下的冰土 他们用炉火去慢慢的敦烤 慢慢敦烤结果牡丹花终于开了 就是说这本书他讲到了很多很多一些所谓文化史的问题 那这一些文化史的问题你就必须结合文献 还有跟历史现场你才说得清楚 这是一部好书值得大家阅读